随着国盟有意恢复东海岸铁路计划的原有旧路线 朝野双方争论不休 但其实全长648公里的东体路线是分三段的 而引起国盟和西盟关注的 就是这一段通往巴胜港口的西段路线 但到底西段路线出了什么问题 双方朝不停的重点 简单来说就是路线社区发展跟钱的问题 那国阵跟西盟路线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于有没有经过森美兰州 那国阵的路线呢是从文德甲开始 经过人口稠密的吉隆坡再进入到巴胜港口 而至于西盟的路线呢就是从大马鲁开始 但是呢它绕过首都先是进入森美兰州 进入雪州才抵达巴胜港口的 第二社区发展 那国阵的路线一共涵盖24个站 包括这个马太边境的城镇 而且因为它会经过这个俄马交通综合车站 所以这个客流量是获得保障的 至于西盟的路线呢它只涵盖20个站 虽然路线是短了 但是它经过的这个社区的人流量是比较少的 第三就是钱的问题了 那国阵的路线呢全长688公里 造价550亿令吉 不过在西盟执政后审查发现 它的实际造价其实是655亿令吉 而西盟建议的路线呢 包括避开建造文东隧道 缩减至648公里 造价440亿令吉 成本总共省下了215亿令吉 不过家长为家祥也打脸说 西盟的这个路线也不止这个数啊 因为包括工程耽误等等的费用 不但没有省到钱 还要多赔10亿令吉呢 无论是西盟还是国盟 只要东铁计划出现任何的变数 那受影响的也包括中方投资者 东铁计划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牵动了我国和中国的合作关系 如今在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如果中方因为缺乏信心而不愿再谈 那我国需要承担中方撤资等等 对经济造成伤害的这个负面影响 肯定不小 但如果谈妥顺利的话 东铁从2024年竣工 说到西盟执政时期2026年竣工 来到国盟的领导之下 这个项目又要再拖多久 而期待东海岸经济发展被带动的人民 又要再等多久呢